腾讯卖出源宇宙关键一步 你收购游戏手机厂商黑鲨 36克从多个独立系源处获悉 腾讯你收购游戏手机公司黑鲨科技 收购后 非鲨整体将并入人与新主导的腾讯集团平台 与内容事业群 一旦交易完成 这家以游戏手机为主类硬件厂商 也将在收购后迎来业务转型 据36克了解 非鲨科技未来的业务重点将从游戏手机 整体转向VR设备 由腾讯提供内容 非鲨提供VR硬件入口 非鲨科技成立于2017年 由小米注资成立 天眼查信息显示 由小米全资控股的天津创业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是持有黑鲨科技46.4%股权的大股东 非鲨联合创始人兼现任CEO卢宇周 曾任华为公司中国地区消费者业务副总裁 成立至今 非鲨科技科出过数款游戏手机 行业数据显示 非鲨目前是游戏手机市战略第一位的厂商 小米系的缘故 36克了解到非鲨估值30亿元 腾讯砍到了26至27亿元左右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对于此次收购 36克向腾讯方面求证 对方表示 不予置评 从Facebook到字节跳动 同文社交内容巨头的腾讯 在VR-AR领域出手指示时间问题 2014年7月 Facebook20亿美元收购Oculus 目前的出货量已经超过1000万台 2021年8月 字节跳动收购Pico 作价90亿元 自Facebook提出元宇宙概念风靡全球后 腾讯也不想错过这一巨大风口 去年发布第三季度财报后 马化腾在业绩电话会议上强调 公司拥有大量探索和开发元宇宙的技术和能力 体现在商标方面 此前腾讯接连注册了 网者元宇宙 天美元宇宙 QQ元宇宙等商标 更早的时候 2020年底 马化腾已经向业界 抛出过一个响当当的概念全真互联网 他对此的解释是 移动互联网十年发展 即将迎来下一波升级 我们称之为全真互联网 比线下的元宇宙更早做出定义 马化腾还表示 随着VR等新技术 新的硬件和软件在各种不同场景的推动 而收购黑沙 入局VR 探索硬件入口 腾讯再次迈出了布局元宇宙关键一步 为了发力元宇宙 内容型互联网巨头 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载体作为入口 VR和Air设备 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 类似的案例已经有很多 Facebook是收购Oculus 字节收购Pico 以及SeaApp收购AwayWopeak 都是出于内容加硬件的逻辑 腾讯不缺内容 不缺场景 要快速补齐硬件缺口 收购就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腾讯的紧迫感不言而喻 36克了解到 在此前对Pico的收购案中 腾讯早在去年3月份已经参与谈判 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字节加入竞价后选择放弃 虽然对Pico的收购鲨鱼而归 腾讯并没有放弃继续扫射其他的VR和AR项目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AR-VR项目 都和腾讯接触过 有消息人士告诉36克 接触过的项目包括大鹏 影创 小派 HTC 爱奇艺智能等等 但腾讯尚未决定投资 收购哪一家 令人感到意外是 非杀科技此前没有任何VR背景 腾讯为什么会选择收购这样一家游戏手机厂商 以游戏内容见长的腾讯入局VR 很大概率会集中开发游戏场景 相比Pico这样的专业VR创业公司 黑鲨的优势一方面在于 有足够的游戏knowhow 积累了一定的重度游戏玩家和游戏适配经验 另一方面 VR设备依旧逃不开高通芯片 黑鲨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 也有足够的和高通合作经验 以及对芯片平台后续的优化调效经验 腾讯和黑鲨双方并非没有合作基础 2020年1月腾讯游戏和黑鲨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并推出腾讯黑鲨游戏手机3 目前国内的VR产业链上 已经有了成熟的供应商技术方案 有行业人士表示 要推出一款完整的VR产品 上百人的团队花几千万就可以做到 有近条过黑鲨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 黑鲨的团队组成以研发为主 并且多数来自于酷派 华为等手机公司 比较擅长把其他领域的技术 一直到游戏手机上 腾讯体系后 飞鲨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 如何大量增加开发VR设备的人力 补齐这些技术上的短板 在黑鲨内部 这项工作实则早已开始进行 据36克了解 飞鲨团队早在去年末的时候 已经在开始对VR业务进行深入探索 到处在找人聊如何做VR设备 多名行业人士均向36克表示 专型VR对于黑鲨来说 确实也是一项不得不做的战略决策 在小米体系当中 三家独立手机厂商的定位是 小米负责高端化 歪命红米包园中低端领域 黑鲨则专注游戏手机细分市场 但黑鲨所在的游戏手机市场 似乎名流最初想象中那么广阔 国内三大游戏手机厂商 从2017年开始入局 没有真正打开游戏手机市场 国内手机游戏用户大盘是7亿左右 而游戏手机却一直小众 2020年出货总量只有100万左右 是大众手机动辄数亿出货量的领头 尽管如此 游戏手机依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利沃子品牌IQOPO系的 歪米和一家 甚至是同为小米系的歪比 都在做主打游戏功能的手机 基于种种客观环境 36克了解到 飞沙早前已经有过 从小而没转型做大众手机的考虑 落实到产品层面 考虑过推出多款覆盖高中低 不同价位段的游戏手机产系列 只不过 这一产品规划接下来是否落实 目前尚无定论 但显然 在元宇宙风潮下 V2游戏是比游戏手机 更有想象力的应钱方向 在被腾讯收购之前 早在2021年年初 飞沙已经释放出融资需求 并且已经有多家资方进行进调 飞沙与小米系之间关系的 转折点发生在去年 去年4月份 外并发布的K40游戏增强版 就是一款主打游戏场景的手机 有行业人士告诉36克 外并其实最初的规划 是成立一个单独的游戏手机系列 但这一想法在内部得到了黑沙方面的反对 最后还闹到了雷军层面 小米内部分的两个阵营 如伟兵一派希望自己做 但有一部分高管支持黑沙 有多名知情人士向36克表示 最终结果显而易见 外并做了妥协 只是把这款游戏手机 融入K40系列 作为一款变形机发布 在小米强攻高端化的情况下 外并的施展空间显而易见 只能向性价比游戏手机的横向过张 非沙这次脱离小米体系 某种程度上对于弯力也是一种解脱 总体来说 如果最终腾讯对黑沙的收购完成 在小米体系 这是互相成全的决策 在腾讯和嗨沙之间 由于收购价几乎只有此前Pico做价的三分之一